《明報》 《左頭左勢非大倉專利》 2015年7月15日《馬經》 《十非常境界高城》 除了大騎士壟斷頭馬會令本地騎士成績大受影響之外 另一個想當然的謬誤,就是連馬師之爭非常劇烈 會直接影響榜尾馬房交成績上岸 貴尾最後階段,未達標的幾個馬房當然盡拼 殺科日,胡森及孫達子皆作最後努力 第二場孫達子的威場,僅負於金槍合 給告達里馬房破壞好事 胡森兩場第二,精彩時機及索咖啡分別負於團圓飛舞及陸野線 後兩區也時候購買港尾馬房出擊 遇上爭冠軍馬房而負 當然有,將6月3日664場刺谷草1650米 宣舊優勝後賞第二虎於方家柏的光束銀貴 但675場刺4班尼地1200米此舊輪鑽 但均有力克塞約翰馬房的現代財星 741場刺4班尼地1650米 胡森馬房竟勇威龍贏馬 跑第三的是蔡約翰馬房的專之友 到底是細馬房因冠軍爭霸難達標 還是大馬房或細馬房趕著上岸左頭左勢 若隨機拿出榜尾馬房博書的長次 贏馬的是榜首馬房者有知 是中猶以至下猶馬房者亦有知 這就是事實 不論怎樣 強者如強已是大勢所趨 馬倦一向如此 只是如今如演如烈 吾定強馬房在過去多季一直能及時達標 由人有餘 可是剛貴只得十三場頭馬 比前貴少兩場 雖然快將退休 接信也沒有大影響 但有頭髮誰想做那理 官符不夠剛貴可用之馬以盡量交表現 非常升準得可愛 則新馬如大型來亦毫無保留 最終卻未能如願贏夠數 胡森江貴初期以搶公胡森江貴以沒有探萬版 開羅之前 馬匹爾大舉試襲 及早搶公者博足全貴 亦只能交出十二場 馬貴由九月中至七月中 激烈的競爭也沒有一刻優子過 未能達標的幾個馬房 頭馬分布也沒有明顯偏向季初 季中或季尾 可見早博持博 不是關鍵 shengchunko at gmail.com 照片 作詞 作詞